沒有聊世紀 天野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賽爾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哈囉我的地圖 很久沒有來看到2000分左右的對決文明了 這兩位玩家都是剛好在2000分段的玩家 但說是2000分 也是這遊戲裡面的1%的存在 要如果用英雄聯盟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中師跟大師的存在 甚至鑽石吧 可能是鑽石吧 大師應該是天空熊 他們那一類的 然後中師是Viper 又有MBL Mini Chester他們 那個應該是中師 那應該這應該是鑽石 那鑽石也是很強 不要小看一下這2000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的文明 是選擇了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這個弱馬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但是他的毛兵呢 跟槍兵是沒法升級的 所以就變造就差 他要克制對方的兵種的時候 一定要用黃金兵去打 那土耳其人呢 黃金兵的部分呢 是有比較強悍的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還有駱駝可以做使用 而且馬弓也是可以打的 而且這個文明呢 是挖黃金速度最快的文明 這個比馬力還要快 那只單看挖掘速度而已 那不看什麼自願永續啊 或是金兵攜帶率啊 這部分的話是土耳其是首居第一的 那土耳其的弱馬呢 還有這個遠防加成效果 所以蠻能抗箭矢的 他應該是最能抗箭矢的弱馬了 所以土耳其的呢以下用途 就是弱馬、馬弓、火槍 這幾大類啊 還有這個火砲速 忘記講了 還有火砲 火砲速的話可以讓這個火砲呢 攻擊的射程多加2 所以在後期喔 他的這個存在 類似於榴彈砲一樣的威懾力 非常強大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是選擇的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是 伐木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步避弄速度也是最快的 而且他攻擊 攻城器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那血量 攻城器的血量也是最多的 所以賽爾特人喔 擁有很多最多的這個能力喔 還有這個城堡跟劍塔的攻擊速度 也是最快的 那這是銀罐的部分 金銀罐順便一起講 所以賽爾特人的後期呢 他其實特殊效果是蠻多的 但是他沒有這個火砲 他也沒有火槍 而且奴賓也沒有到強奴 而且這二級射二級防 算是一種削弱 而且奇變部分呢 雖然有遊俠 但是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侃 所以造就他的後期喔 只能類似於 玩步兵喔 跟工程器為主的單位喔 當然遊俠可以看情況打 大概10場面也不會有異常 會有人打這個遊俠 遊俠是非常少見的喔 這個賽爾特人的選項裡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上方是黃金 右邊是果子 那果子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這兩邊地區喔 都是非常好守的 上面也是喔 這邊稍微微一下 然後右邊這裡呢也是為死喔 那有應該有比較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應該發生今天的影片喔 我比較亢奮一點喔 最主要是因為我中午睡飽了 然後最近工作生活比較忙碌喔 所以一直沒睡飽在拍片喔 所以導致可能心情比較低落喔 那中午啊 這個通常中午清醒啊 中午可以好好來播一下比賽 好 那先來繼續回到比賽中 那目前看到這個土耳其人的金晃在下方喔 果子在右邊 哇這個有點難守了 雖然他有三片木區喔 左邊這裡也是喔 那這邊要小微的話 可能就要這樣子微 這邊拉過來 這邊再微一下 然後這邊呢 可能要微出去喔 然後微到 盡可能把這一塊區域到微大一點喔 因為這邊可以微大一點的好處是 可以守住金礦跟果子區喔 讓你的防守成本可以進一步的下降 左邊這邊就稍微一時一時 微一下就好了 等到城堡時代之後呢 可以蓋城鎮中心喔 再出去蓋城鎮中心去 去大圍就可以了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正面鴕鳥喔 繼續吃 右邊這邊走出來 要不要放個伐木場呢 這裡可能要再放個伐木場 那我們還是講一下通常的配置喔 通常都是配石木喔 大家簡單記喔 但有些頂尖玩家們他們配九木 最主要是因為有些文明特色的關係喔 不需要這麼多木頭 當然我建議喔 一律配石木 比較好記一點點 這個是配八木更狠 因為薩爾特的本人就有這個伐木加成喔 所以八木的話還算可以接受喔 比較不會有那種圈木的問題 那八木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更早下這個農田 或是圍大都可以喔 好這邊兩隻幫幫走出來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對方的村民 但是這兩隻有兩個人在吃果 蠻特別的 四個人吃果比較麻煩 就要圍的比較大一點 欸這個想法蠻好的 這個我從來沒有這樣思考過 唯一小的好處的話 就只要兩個村民去挖就好 好 薩爾特人這邊已經點下了裝甲部門升級 而且已經升級好了 第一時間是攻擊對方的木牆 想把這個木牆打出個洞來 順便拖一下對方的修木牆的時間喔 讓對方的採集效益越來越差 好 但這邊 土耳其人非常冷靜喔 直接下了一個刺劍場 待會準備來挖金礦出小弓喔 那王金礦在裡面支援點喔 應該是蠻安全的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左邊這裡沒有我 但應該也沒關係 因為薩爾特人應該是全心全意喔 想要來攻擊右邊這個位置 好 裝甲部門第一時間直接爆打 好三隻赤頭直接上 哇 這個赤頭殘血拉著我再回去打 這邊扣兵扣得很不錯喔 三隻赤頭殘血收掉的裝甲步兵 沒有打到頭破血了 雖然嚴格上來說還是頭破血了 但其實薩爾特人這三隻裝甲步兵 是要來拖延實踐的 他實際的目的是想要維持職程 想要趕快上城堡時代 但他也沒職程喔 他還是有出兵 那這樣薩爾特人打得算是還不錯的 有出兵在防守 就比較壓力小一點點 這邊直接拉所有單位回家 想要來做個包抄 這裡其實只要三隻毛兵去追就可以了 然後直接讓自己赤頭去對手家裡繞 甚至去打木牆 給對手更大壓力會比較好一點 在這邊一直在追逐 這邊想要直接包抄嗎 但我覺得直接包的話 那個槍兵不解決三隻赤頭會直接掉喔 這個不要吧 這個不要吧 所以我怎麼看都覺得有點危險 好工兵過來看一下 射了一發之後往後拉 這個赤頭控得很不錯喔 趕快讓這個毛兵解決掉 解決掉之後呢 赤頭就可以輕鬆的去打這個木牆 但是對方的工兵也不能隨意打 要配著這個毛兵做搭配 然後點一下一級色 那如果土耳其人沒有要打這個強壓的話 一級色可以考慮不點喔 然後趕快去挖黃金 農田已經灑的差不多了 已經灑很快到14片田了 但薩爾特人這邊也是差不多 大約有14片田左右 這邊可以再補一下房子 或是兵工廠之類的 稍微加速一下下 兩邊應該是要來打城堡時代 那薩爾特人感覺是要打工兵喔 那薩爾特人雖然我們剛剛講 帝王時代不能打工兵線 但城堡時代其實可以的 而且還蠻適合的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挖掘木頭速度很快 所以雙四片場壓力也比較小 出工兵的壓力也更小一些些 而且彈道雪更早可以下 所以薩爾特人工兵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不打生頭戰術的話 次選就是打工兵開了 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會比較有壓制力一點 還有這個流暢度 升級流暢度 好 接下來看到 兔爾奇人點下了品種 以及絕晶跟耕種技術 不是耕種技術 這個耕種技術 一級農 我們講一級農好了 好 這邊薩爾特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都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兔爾奇人這邊是已經來到了30秒 就可以升上去了 這邊工兵繼續往前壓 薩爾一村還不錯 拿到了一村的優勢 村民術差距有點多 為什麼呢 好 這邊看一下 這邊村民delay 圖爾奇人delay是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村民術稍微落後了一些些 而且又被殺到了一村的關係 造成這邊村民有點下降的有點嚴重 好 這邊一升城堡時代 青崎兵直接升級 哎呀 這邊我們忘記減速了 稍微看一下 這邊工兵直接做一個包夾 後面槍兵過來 想要後面直接輸出 但這邊青崎兵第一時間反應出來 然後直接去集火長槍兵 長槍兵全部解掉 這邊想要去上前追擊 讓對方的工兵跑不掉 只要工兵跑不掉 削減掉一些數量之後 待會兒的奴兵的壓力就會變小一些些了 好 但這邊長槍兵走路速度很快 直接上前線支援 請支援長槍 長槍支援非常成功 好 什麼賽還有一秒鐘 趕快點下奴兵二級射 趕快趕快趕快補一下 回頭射一下 二級射還沒有補 可以了 OK 補一下 我們繼續往前 用長槍兵擋著 這邊土耳其人 這一波打的並不是很好 這個有點硬幻喔 哇 這邊刺猴 其實還是打不太贏 長槍兵的 這個有點太痛 但你看這個 這個一開始就有獸能遠防 防禦就是二加油 非常的遠 非常的坦 那待會兒在補加二防之後 對方奴兵打一下輕騎兵 只有兩滴血 那土耳其人要怎麼對付這個長槍兵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這個火槍兵 土耳其火槍兵 或是奴炮 其實現在土耳其人出奴炮的頭側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欸 已經在下了 工程器製造所在左邊了 這個高地工程器是相當關鍵的一個選項 那通常不要把這個工程器器 蓋到這個平地 會沒有什麼壓力 對方看到工程器在平面 自己在這邊高地在蓋工程器製造所 你第一處的工程器製造所出來的單位 就會被完全壓制住 這個是蠻難慘的一件事情 好 賽特人這邊是 已經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而且在自己的城堡旁邊 啊不是 在自己的左邊的地區 點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下方的石頭鏡也是補下了 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裡也是喔 左邊的地方是補下了一個市集 這邊長槍兵走過來 工兵 小心喔 趴一下 哇 舒服 再一下 高打V 這邊有V掉還不錯 這麼近的距離還V的掉還蠻厲害的 反應相當棘手 這個預判也是相當的好 這邊弓箭直接拉到城鎮中心裡 用城鎮中心來幫忙射一下 但是家人已經補好重裝長槍兵 到外槍兵一出來 應該也是能守得住這一波清奇兵的騷擾 但是裡面的村民可能會有點難受 看要不要直接用村民暴打 因為其實血量並不多 直接開扁的話 損失個一兩村 解掉這一波的清奇兵騷擾是能接受的 這裡沒有繼續砍 可能要再十一村喔 這個在忙著控前線 前線這邊後方的頭子車過來 這邊拉兩村是要為了來修頭子車的 喔 這邊砸到 十二兩隻 再一發 這裡可以考慮再出一個奴炮 頭車加奴炮是一個很難產的組合 土耳其人這邊是再排一下 哇 舒服了 舒服了 再一下 哇 又三隻 賽爾特蘭的弓兵線全倒 這邊可以稍微傳口氣 土耳其人這時候可以偷偷開始挖一下石頭 然後在前線這邊用蓋動城堡 可以開始出這個火槍兵 火槍兵其實不利於打這個奴兵的部分 所以待會還是可能出一些奴炮投射去壓制會比較好 火槍兵的用力是要來抵擋對方的長槍兵 只要長槍兵去上一掃的話 就可以再考慮回去出洛馬的路線 那土耳其人的玩法 大致上城堡實在的路線是這樣子 好 來看一下這個 它的濃度是濃的如何 看起來還蠻OK的 沒什麼差的問題 這裡可以考慮再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4TC開濃上去喔 經濟再更好一點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慣用法 但是如果你要4TC的話 第三個城鎮中心一定要開始挖石頭 才不會導致你濃過頭 然後防守出現的問題 這方過來蓋城堡 你完全有毫無招架之力反擊 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觀念 你既然要開濃的話 就要來挖石頭 然後賽萊特人這邊也是 這邊挖石頭也是把城鎮中心 蓋在石頭這個地方 兩邊都是一樣的決策 這個算是相當好的一個習慣 只要你有記得第三個城鎮中心蓋在石頭旁邊 你就不會忘記挖石頭 才不會導致你對方過來插城堡 你什麼東西都不能用 箭塔城堡都插不下去無法反制 把城堡蓋在左邊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相對保守 因為可能前線有敵人 他可能覺得前線蓋不太起來了 確實是這樣也很難蓋 不然就是要把工程器製造所低掉 或是蓋在這個位置 土耳西人這邊直接暴農一波 手推設計點下了 這邊是3TC農地王 沒問題 黃金這邊在暴挖 速度非常快速 設計稍微買賣一下 可以點上帝王時代 那賽萊特人這邊也是純農 但是這邊土耳西人做的更好是 他這邊插了三個哨戰 也只有在去控圖 所以這邊開地圖的動作 兩邊都是一個控圖開農 金龍時代補下 二級農田也補了 土耳西人這邊打一個超農的 而且這時候土火也開始出來了 那土耳西火槍兵 比一般的火槍兵射得更準 而且血量更多 攻擊力更高 所以真的火槍兵 這個土耳西火槍兵 在城堡時代最難產的 應該還是土耳西人 雖然這個 佛西伊米亞城堡時代也可以研發化學 但我覺得最強的火槍兵 還是土耳西人 血量又多 然後攻擊力又高 到了地龍時代 點下金銳之後 攻擊又可以到22攻 射個兩槍 步兵就快要倒地了 可能要打倒一隻步兵 還是要射三槍吧 不開個三槍是不行的 怎麼就好像頭臭 越講越不對勁 真的打步兵啦 打步兵兩槍可能有點困難 三槍的話應該是穩穩的可以拿下 先來看一下薩爾特人這邊 地龍時代會怎麼打 薩爾特人這邊還沒有點下地龍時代嗎 這邊開出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還在農 土耳西人這時候已經快要升級好了 這裡的地龍時代 待會進一頭CK再往前 這邊可以再補一動城堡 繼續前壓 那現在火槍變部分是 打不太贏對方攻兵的 這要小心一點 但這攻兵是很快 單用頭子在後面 要小心 雜一發還好有散陣 只損失了一些些 果然要潛壓城堡 這邊潛壓城堡應該會蓋這個位置 果然這個位置很適合 這邊可以攻擊對方的城鎮中心 待會還可以讓巨型頭刺激有個安全的主力點 這邊可以直接架起巨頭開拆 這邊攻兵第一時間去打村民 村民導致損失非常殘重 但是頭子側也是原地輸出 火槍兵也是在後方直接開炮 這邊攻兵線應該是要全部送掉了 火槍兵截掉最後的奴兵 奴兵全部損失殘重 這邊薩爾特人拉了非常多的步兵過來 松蘭武士直接登場 松蘭武士可以直接充當薩爾特人的騎士 直接開砍 你看攻擊力極高啊 哇 直接擊火很痛 一槍一個 火槍兵 剩下少量數量 這棟城堡反蓋了回去 蓋得非常好 薩爾特人這邊直接4TC開弄上去 電龍時代也補下 雖然時代有點落後 但村民上是領先的 現在是116村對上129村 村民數差距約12村左右 再來薩爾特人這邊攻擊力也補好了 步兵揮擊數也有了 現在跑速非常快速 1.38的跑速 這個跑速適合非常突襲對方的工程器 這個火槍 火槍走得很慢 工程器也是 那兔爾奇這邊可能需要一些肉盾來擋 不然就是要出個馬攻 增加一下射速打帶跑 但兔爾奇的步兵 也不能說不能用 這就只有槍兵不能用而已 其實他的步兵科技鎧甲是滿的 但是如果單純出步兵的話 自己的優勢又顯得沒有這麼好 反正要把他轉一點工程器 也可以想想 兔爾奇人這邊已經升到地龍時代 這邊點下精銳突火器 薩爾特人這邊也是補下三級板甲 但是肉類不太夠 點下精銳鬆爛武士還需要點時間 精銳突火已經開始生 火槍兵能不能擋住 對方的鬆爛武士呢 這裡火砲繼續出 這裡沒有出巨型頭司機 反正是火砲開拆 那薩爾特人這邊直接轉巨頭出來 就有點尷尬 現在出去拆城堡也不是 因為你出去的話很容易 對方會直接火砲拆掉 這邊就要看一下 對方會不會低調這個城門 然後去拆巨型頭司機 他現在在賭對方 不會去低調城門 如果一感應拆的話 低調這個城門 鬆爛武士就可以往前衝 然後城門敵掉要往前衝了嗎 這邊威和一下對手 抖動一下 這邊在等三攻 三攻運好 上前再打威力更強 這就是孫子兵法的奧義喔 自己沒有始祖的聖律史喔 絕對不會輕易上牆 保留自己的實力 盡量累積自己的火力 這邊在等30秒 30秒好了之後 精銳鬆爛武士出來 就可以上前了 這邊再努力蹭一下 後方這邊一直有少量的 這個防守一直在蓋 終於把這隻村民解決掉了 兩邊都專注於正面戰場 OK 精銳一好直接上前 火槍兵 直接輸出 但是有意上的問題 射速不夠快 這時候松爛武士直接上了高地 爆打一波 讓他自由開火 拉了少量松爛武士到後方 想要抓掉對方的火炮 但是突然氣火槍變傷害實在太高了 瞬間收掉了非常多的松爛武士 松爛武士第一波的突襲 雖然也算是大獲成功 三台火炮都已經收掉 但是損失了所有的自己的松爛武士 但是松爛武士這個單位有黃金造價非常便宜 然後突然氣火槍兵也是要繼續出 盡可能用閃震 然後不要讓所有的火槍兵 空在一起 避免會有全部的火槍兵 打同質松爛武士的一個問題 盡量不要用右鍵去點 用AD版的方式 去讓他自動閃射 這是玩突然氣火槍兵 這邊點下了跟蹤技術 這邊開始轉馬 應該是可能要出點大落馬 去後方騷擾 連這邊哨戰都可以看到 對方後面的一個資源分佈 這邊其實很適合蓋幾個馬臼 然後開始偷偷按一些落馬 去後方騷擾 好 塞爾特人這邊看到 哇靠你前線太多村民了吧 直接拉了一大坨 這艘巳頭司機還在開拆 要不要硬上 這裡硬上 還不錯 這裡要爆一下 從後包 斷後路 OK 這邊斷的還算可以 能接受 這邊已經急殺掉了非常多的土耳其火槍兵 塞爾武士後面再過來繼續做個包抄 這個包抄相當漂亮 土耳其火槍兵數量只剩22隻 塞爾武士還有11隻 這邊打到非常多的傷害 塞爾武士這裡越打越賺 雖然不夠多 有點在下水餃 火槍兵 應該擋出這一波 哇這一波 鬆爾武士也是打得還不錯 大家會說為什麼 塞爾特人這邊不會去想要出工程器來打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土耳其人有我們剛剛講的火炮 火炮數的話可以有效克制住工程器的路徑 所以現在出工程器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壓制住 那等到對方真的不出火炮的時候 才有考慮去出這個工程器 那薩爾特人跟土耳其人兩邊都是打一個150吋戰術 支援打到最緊繃的那種 那這個戰術非常適合現在這個局面 因為這個局面就是瘋狂打消耗 誰的村民少就很容易打出消耗戰 這邊正面直接圍好 或許火槍兵在後方 這邊火炮第一時間解掉這方巨頭 城堡有點難拿下來 這邊建築學補下血量6600滴還有微塵技術 非常坦 我剛剛看錯了 我剛想為什麼會有6600滴這種奇怪的數字 剛剛框到這個石牆 想說奇怪怎麼 血量不是正常的數字 怎麼是6600滴 沒有看過數字 回到比賽裡面 這個比賽裡面有火槍兵繼續輸出 這邊有城堡 這根城堡有點難拿下 而且石頭還被控住了 這裡感覺會讓土耳其人的防守出現問題 土耳其人這邊防禦補完之後 開始補下攻擊力 肉麻這邊有點送掉了 這邊動物有肉麻開始往左燦 左邊開始蓋上馬舅 OK 對面開始鬧薩爾特人的家裡 這邊有機會可以去抓掉火炮 這邊土耳其人有沒有靈性呢 正面直接擊掉了火炮 火炮這邊直接損失 這台火炮應該已經走不掉了 只有肉麻是扛不住薩爾特人的 薩爾特人現在可以用機動優勢直衝對方的城市中心 這邊損失大量村民 後方的肉麻也在砍 土耳其人這一波的騷擾也算成功 但賽特人現在是互相傷害 大肉麻終於賭下了三級攻 兩邊都在互相亂串了 不演了不演了 土耳其混亂兵有點不太知道該去哪邊喔 走路速度實在太慢了 沒有辦法應對蒼蘭武士的這個機動部隊 這邊達羅馬也是砍到了農田裡 在這邊補下一棟城堡 正後方到處都是松爛武士 串來串去非常煩 家裡大片的農田都是村民的屍體 土耳其人的村民術只剩下六十幾村 哇我的天 土耳其人瞬間爆炸 村民術已經不到一半 正面的土耳其火照片也被偷靠了一下 土耳其的數量也只剩下少量的八隻 哇靠 松爛武士這個超級大爆亂 直接亂爆了土耳其人的經濟 村民術只剩下四十一隻 哈哈哈哈 哇好猛啊 土耳其人這邊經濟爆炸 有點扛不太住了 哇這邊時候土耳其打出了GG 哇 這個塞爾特人後期這一波打的實在是漂亮 通常是土耳其人可以壓制塞爾特人 但是塞爾特人這一波使用自己的松爛武士 到處亂竄 擊殺非常多的村民 你看滿地的都是屍體啊 哇太誇張 那前線這邊也是喔 到處都是 這邊導致喔自己的經濟喔完全沒有辦法逆轉 雖然塞爾特人這邊村民術也是一度下降喔 只剩下一百村左右 但至少他這邊核性的農田喔 還有一棟城堡可以撐著的喔 雖然後方這裡還是很多村民喔 那如果待會再進的話再補一棟喔 但是石頭可能不太夠 那目前看起來送了塞爾特人這邊的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正面山洞城堡直接建立起來防線 那經濟直接融起來之後 直接用大量步兵喔 直接送進去喔 GG對方EVO 這個想法也是非常不錯的喔 這個部分喔 可以運用在很多步兵當然很強的維密喔 像例如打這個傭兵啊 或者是這個爪刀勇士啊 他要打這個那個什麼 欸那個 Esobia的這個彎刀勇士喔 例如這種跑得很快的步兵喔 都很適合這種策略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這個 塞爾特人贏一下食物 欸 木頭居然沒有淫兔的錢 哇這個經濟怎麼看起來有點臘草 說完人具喔 他有補這個三級木啦 難怪喔 而且他這個經濟都補得很快喔 那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塞爾特人沒有點手推車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差距顯得有點大 而且他手推車很少 很早就點了 31分鐘就點了 這個20分鐘之間的距離喔 大概讓他補了非常多經濟喔 那 塞爾特人這邊如果在補下手推車之後 應該經濟會更凝壓一些些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事順